由治療腦中央来说 手术其实现在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处理方式 因为手术真的可以将病患的组织尽可能撤除 就算之后是用了相同的电疗和化疗 完全撤除或者接近完全撤除的病人的经历都会好很多 病情都会缺乏很多 在尽可能撤除之后 老实说如果那个肿瘤还黏着一些重要的区域 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撤除的 在这些状况就很大机会 就算是低恶性度或者高恶性度的肿瘤 都需要做电疗 希望可以捕捉到 希望可以为病人带来最长久的一个疾病的控制 但是如果肿瘤所处的位置是一些能够完全撤除的位置 如果没有其他风险因素 其实低恶性度的肿瘤 肿瘤科医生会判断 看一看会不会有机会可以观察 还是都要立即做电疗因为有其他风险因素 但是如果高恶性度的肿瘤 一般而言最好都是做了电疗稳妥一点 其实过去那十年 三维定位强度调控的放射治疗 已经成为治疗的主流 公立和私立的医院其实都大幅采用了 这种治疗技术 其实就可以将X光的辐射 射去一些医生专注想处理的地方 并且给一个很高很足够的治疗剂量 杀死癌细胞 而同时都将刚刚近隣附近的一些正常 尽量减低照射的组织 尽量都希望可以将它的剂量减到最低 未来的发展也都包括有新的质指治疗 新的质指治疗香港都将会引入 会在一间私家医院那里开始使用 质指治疗有别于一般的X光的电疗 质指治疗的光速的深度可以由医生去控制 在处理一些困难个案 尤其是如果肿瘤是紧隣一些 不能够接受太高剂量的一些重要的器官 其实质指治疗是可以帮助提升对肿瘤的杀伤 亦都减低对于侧边正常组织的影响 是很多患者对电疗的副狀很恐惧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电疗都是很精准 也都主力是会处理一个高风险的地方 其实就很多不受影响的正常组织 都会尽量去保留和将剂量减到最低 很多病人都会觉得电疗副狀 比他们想象中还要低一点 最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可以接受 只是会有点累 可能真的会影响到胃口、作恶作门 这些短暂的副狀随着时间都会足够恢复 在接受过一次强的治疗性方式治疗之后 其实一般来说载电都会挺困难 因为其实我们剂量的离定 很多时候都是基于 器官能够承受的上限去离定 如果复发是很早期发现 它很细点 那个位置其实也不接近一些 不可以超过剂量的一些器官的范围 其实是可以考虑用一些很精准先进的方式 只是选择复发的位置去再做电疗 一手使用电疗其实已经很先进 将治疗的成效已经大大提高 其实老实说 很多病人都觉得治疗是远比他们想象中更能够接受 我也希望病人不需要先害怕 用一个放松的心情去接受一步一步接受治疗 迈向成功 迈向一个好的治疗的效果